西藏当地流传这一句话 墨托的路才是真正的天路 2013年10月31号 全长117公里的波墨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墨托成为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白鱼公里的一条路却修了几十年 何以如此艰难 事实上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 中国政府就开始尝试修筑墨托公路 但多次修建均未成功 主要是余水太大吧 今天修好的第二天早上 基本上就没了 又重新开始 我们都快修到摩托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 后面塌方啊 什么屋子这些跟不上 最后全部就是慢慢地回来修后面的塌方 雨季的时候 经常因为你流塌方 那个可不是几个点 可能一晚上这个暴雨一下来 可能就几十个四五十个处 那种塌方 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交接处 板块构造活动频繁 路线属于世界地质条件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加之印度洋季风沿着雅鲁藏布江向青藏高原输送水汽 导致该地区雨量极其充沛 沿线刺生地质灾害分布广泛 整个我们在这个公路建设当中啊 遇到的一些地质灾害就常见的 有很多种 比如滑坡 泥石流 崩塌 碎落 诸如此类的常见的问题 全部都有 而且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曾经还没见过的一些病患 可以说是 整个公路建设当中地质灾害的一个百个全数 它全包含了 随着嘎隆拉隧道等控制性工程的顺利完工 波莫公路从季节性通车变成了基本全年通车 莫托终于摆脱了高原孤岛的称号 为舒缓沿线地质灾害对公路通行的影响 波莫公路整治改建工程2017年开工 并于2020年10月份完工 一是把这个整个路线现行指标提高了 第二呢 是把整个路线的这个路面啊 全部进行了硬化 第三呢 是我们对几个重要的这个灾害进行了处置 我们对整个这个路线的 这个防护这一块 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加强跟完善 公路的开通并不是终点 为了应对频发的地质灾害 有近150人的养护队 守护着这条摩托通往外界的117公里的生命线 平均每780米就有一个人 这个机械化养护队呢 它是整个全区养护部门里 它的设备是最最好的 配备的最强的 因为他们应对的是 咱们全区这个地质灾害平发 就是地质灾害最多的一条路 而且是一条可以说是长年 不分春夏秋冬需要保通一条路 公路开通之前 盐巴 食用油等基本生活物资 都需要人背马驼 翻雪山 过草地 来回一个星期甚至更久 在公路开通十年后 摩托发生了地负天翻的变化 现在方便嘛 你看看 十分钟 二十分钟到了那 一天的话就一天都留 整个摩托县城 现在的周围 原先都是木板房 现在都变成了各种水泥房和高楼 现在拉萨游的摩托都有 你想吃的任何菜 任何地方的口味 我都全有 截至2023年 摩托县公路总里程近580公里 乡镇公路通达率100% 当地成立了客运公司 极大方便了民众出行 满足了游客需要 2023年9月底 摩托县21辆出租车正式上线运营 从不通公路到出行多样化 摩托公路彻底改变了摩托县 近1.5万人的生活 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